谁人不爱简隋英,帅气多精有能力,所以我们的简哥他来了,在与这个男孩四目相接的一瞬间,我一见钟情了,不想离我没关系,这样岂不是更有挑战性,总归我会抓住你,只是没想到的是,自己却陷入了这场游戏,导致最后一分不清谁才是猎物,简隋英第一次见到李玉是在他自己家的客厅,他叼着烟禁门的时候就见到简隋林和一个男孩子坐在沙发上,两人有说有笑的样子,听到开门声沙发上聊天的两个人,一个抬头一个扭头, 琪琪看向门口,简隋英在和那男孩四目相接的一瞬间,突然就有点挪不动脚步,当时的感觉文雅点的说法叫一见钟情,直白点就是见他第一眼就了,只不过后来再想起来,都他妈的是孽寨啊,简隋林看到他割不渝的脸色,赶紧喊道哥你回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同学李玉,老领导的孙子,简隋英呕了一声,我们怎么没见过,眼神更是直白地盯着李玉,小伙子看上去就带劲,整个人就是按老子口味着,简隋林解释道, 李叔叔今年刚回来,我和李玉小时候就认识,简隋英伸出手笑道,李老的孙子那你可得叫我升哥呀,李玉表情很是淡然,但并不失礼,他轻轻一握点点头简哥,两人手握住了简隋英还不老实地蹭了蹭,惹得李玉赶紧收回了手,简隋英对他的喜爱又多了几分,在一个十八九岁的男孩子身上,能看到这么稳重的气质真是稀罕,他故意拍了拍李玉的背,刚踢完球,空调别开这么大,容易感冒 手上柔韧结实的肌肉更是让他心头一产,简隋林难得碰上他哥这么和颜悦色的时候,高兴得神情都掩不住,我这就把温度调高点,简隋英见好就收回了手,撇了眼桌上的蛋糕,打完球就吃这些,无妈呢,无妈家里有事早上就走了,爸爸不回来我妈也出去,简隋英眼珠转了钻,这样啊,那你下回厨吧,你同学难得来一回,简隋林赶紧倒好,那我去厨房看看 他人一走,只剩下李玉跟简隋英两人大眼瞪小眼,简隋英热情地拍拍李玉的肩膀笑头,站着干什么,坐呀 简隋英也跟着坐在他旁边,恨不得现在就肆意妄为一反,但他尽量保持面部表情正正,李兄长的口吻问道,你们这都考试了,现在幻笑能适应吗?李玉随口答道,还行在哪都是考,简隋英正准备点根烟,看了看李玉笑头,来跟,李玉微微一蹴眉,谢谢我不抽 简隋英看着他白玉一般的脸庞上淡然疏离的表情,他不是瞎子看得出李玉不怎么爱搭理自己,这也难怪他是简隋林的朋友,那小子指不定背后怎么说我,他的朋友能带见我还真是奇了怪,可是越是这样难道不是越有挑战性吗?他简大哨还就是稀罕这样对他爱搭不理,他仿佛看不见李玉眼里的尴尬,继续跟他瞎扯,你叫李玉哪个玉啊?玉气的玉,呦这不是小姑娘的名字吗?李玉垂下眼瞼没有回话,这名字放你身上越品越有味道,李玉也不知道听说,李� 看出了没有,甘笑了一下以示回应,简隋英靠在沙发上随意地问了几个问题,李玉的脸上已经显示出了一丝不耐,但是碍于面子没法起身就走,简隋英脸皮红,人家越不搭理他,他越来劲继续闲扯,说着又趁机拍了拍李玉的背影,感受了一把年轻的肌肉,李玉已经坐不住了,直接起身到我去厨房帮忙吧,简隋英拉住了李玉的胳膊,不用,这点是他要再做不好,也太不顶用了,你是客人坐着就行,对了哥问你,小林子有女朋友没,李玉摇头 没有,没有,要是有你得跟我说说,我也是为他好,李玉重复了一点,简哥真的没有,那你有没有,其实这才是简隋英真正想问的,简隋英有没有女朋友关他什么事,李玉真有些坐不住了,可还是不好起身就走,只好特无奈地说,我也没有,简隋英心里挺高兴,他看差不多了也就不再拽着李玉扯,李玉眼里的不耐烦已经眼都掩不住了,简大少知道见好就收,那你先坐着我去厨房看看,李玉这才松了口气,简隋英一进厨房就见他弟弟 正围着围裙炒菜呢,做得怎么样了,快好了哥,你先回去坐着把这油烟打,小李子的身材就是好啊,直接让简大少不淡定,对于简隋英的来一杯,李玉微微醋眉,简哥我们下午还有课呢,简隋英大笑道多大点点事,这个是国酒给哥哥面子,李玉眼里闪过一丝不渝之色,但也没表示什么,端起杯子抿了一口,简隋英大笑起来,你小不良啊,男人就要大口大口的,小林子给他看一看,简隋林抓起杯子就下去了一大半,结果 喝得太急呛了一下,李玉赶紧给他拍了拍杯,慢点,简隋英举起杯子凑到李玉眼前,来跟哥干一杯,李玉无奈地举起杯,跟简隋英碰了一下,然后仰起脖子比较像样地喝了一口,不知怎么办,简隋英看着李玉不情不愿的小眼时,心里竟然涌起一股快意,简大少终于心满意足了,并且拿筷子敲了庄下的盘子,小林子给哥包几颗,简隋林放下筷子,老老实实地给他哥包下,李玉拿筷子的手一顿,简隋林怎么什么都听他哥 这么好看的手干点什么不好,倒是简家两兄弟已经习以为常了,吃完饭后,简隋英准备送他俩去学校,简隋林表示他俩想洗个澡,打完球太脏了,简隋英耐心地说道那些,我又不赶时间,简隋英冲李玉道,你去我房间的浴室洗吧,节省点时间,李玉心里一万个不乐意,不用了我等他了,简隋英已经踏上了楼梯,来吧,咱俩体型差不多你穿我的衣服就行,李玉也找不到什么理由拒绝,就跟着简隋英上了楼,进了他的房间,简隋英已经踏上了 简隋英一直浴室,你去洗我给你找衣服,简隋英假装翻找个衣服,眼神却盯着那扇薄薄的门,这太磨人意志了,闭门之隔,他却只能听听动静,真是愈发期待尽情享用的那个时刻,李玉洗得很快也就五分钟就从浴室探出了个门,捡个衣服,简隋英拿着准备好的衣服走了过去,递给他的同事还不往从门缝里看了,看得简隋英彻底不淡定,脑子更是浮想连天,可惜在不淡定他也不敢动他,直到李玉出来,才尴 大地停止了想象 来到车库后,简隋英拍了拍李玉,喜欢哪个歌今天就开哪个,你来挑,说着就自然地把手搭在了李玉的肩膀上,简隋英的身体僵了僵,迅速把眼神别开了,李玉随手指了指最近的那辆,好勒就他了,将人送到后,简隋英看着李玉的背影,眼里是无边的春色,晚上他叫了一个人,可惜身体虽然很累,心里却没发满子,这一刻他希望眼前之人时候那个一脸淡漠的少女,不过简大少再怎么不是人 也没打算现在出手,毕竟还有两月就考试了,不能在这时候祸害人家,这回简大少的脑子也清醒了不少,他有点犹豫,李玉毕竟是老李家的心干肉,是不是还是不动为吼,要是就这么把他拐跑了被老李家知道了,自己好像也不用混了,算了不行了,说不定过几天李玉长啥样自己都忘了 三周后本来简隋英也把李玉忘得差不多了,偏偏他老子一通电话让他回家吃饭,顺便接上他弟弟,他来到学校后,离校门口不远处的篮球场正有几拨人在打球 他一眼就看到了简隋林,简隋林大老远就看到了他,赶紧跑了过来,哥你来了,简隋英随便看了他一眼,眼光就飘移到了李玉身上,李玉身上穿着球服,一个漂亮的三步上篮影的小姑娘连连尖叫,简隋英的目光已经彻底被他吸引了,李玉甩下球后左右看了他,似乎在找人 最终目光定在了他们这边,他顿了顿然后跑了过来,简隋英看着李玉越来越近,这段时间被自己淡忘的李玉,再见他的一瞬间,犹如星星之火一般燎原了,简隋林搭上李玉的间,哥那我们走吧,简隋英心花怒放,努力克制自己不表现出来,他也去吗?简隋林赶紧说道,是啊还请了其他同学,不过李玉先跟我们回家吃饭,简隋英正想问他请好几个同学干嘛 李玉似乎看出了他的想法,语气有些生冷地说,因为今天是隋林的生日,饭桌上大家的主要话题还在简隋林升学的事情上 气氛倒是像普通人家的聚餐,吃完饭长辈们都开始给简隋林塞红包,李玉也送了一款手机,简隋英也掏出支票本填了个数就给他,来拿去花 他老子正好看到这幕,教训到他不着调也不给弟弟挑个礼,简隋英不在意道,他都这么大了,应该知道怎么花钱,心里确实冷哼 谁他妈有心思给你和那个女人的儿子挑礼物,转身便走了 简大少这脚扭的直啊,居然能让小李子送自己回家了 生日会后简大少没能再忘记李玉,脑子里时不时就要浮现他唇红齿白的小模样 简隋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大概是太久没有碰到和胃口 来到学校后人果然没在,简隋英自朝了下门有那么巧的事 高强度的工作下,他也希望有个让自己能真正放松和欢喜的办 一个让他百看不厌,还配站在他身边的人 不早不晚就让他碰到了这个李玉,简直符合简隋英所有的幻想 所以才干出这么傻的事,可惜没有碰傻 背后突然传来一声简呵,他猛地回头 见他稀罕的少年就站在他身后,整个人湿漉漉的 头发还滴着水珠,那健康而充满朝气的样子 很多年后简隋英都还能清晰地回忆出来 李玉看简隋英在看他,有些不好意思抖了抖衣服前进 太热了,简隋英如梦初情你怎么还在学校 李玉回答在家也待不住 正巧李玉的同学跑过来了 大哥你打球不,我们想三对三 正好确认,简隋英高兴道,好啊来几把 说着扯掉了领带,李玉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简哥你这鞋着裤子能打球吗 简隋英笑到不碍事 我上学的时候可是笑对的 他平时太猛,好久没打篮球了 一摸到球还是有些兴奋的 尤其时不时还能跟李玉来个身体碰撞 这不太一晃身,就见李玉的脸静在眼前 顿时有些失神,动作一慢没躲成 直接被李玉撞了过来 李玉这大个子,体重少说156 这么全速撞过来,那滋味想想也不好受 场面一时有些混乱 简隋英被架到了观众戏上 他不禁自嘲道,年纪大了真是不行了 才运动就受伤了 不过简大少也因祸得福啊 这脚扭得直了,李玉蹲在他身前 把鞋子和袜子都脱了 看着红肿的脚踝发愁 简隋英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紧张 就想把脚抽回来 我没事你把我送车上 过几天就消肿了 李玉却抓着他的脚没放 看了他一眼 你伤的是右脚怎么开车呀 简哥你把钥匙给我 我送你回去 不愧是简隋英啊 聊起人来李玉也招架不住啊 两人下车后 李玉绕到他这边把他从副驾扶了出来 简隋英这回就开始耍赖了 他故意装着不着力的样子靠在李玉身上 那不剩虚弱的脚 自己把自己绊了一下 直接抱住了李玉的腰背 简隋英也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 那重量可想而知 李玉刚把人弄下车 汗就出来了 简哥太热了 你别搂着我 两人本来就打球出了一身汗 现在更是黏糊糊的贴在一起 别提多难受了 可简大哨不这么想 嘴里说着不好意思 割脚疼有点站不稳 心里想的确实 这小妖珍惜啊 这脖子真白啊 不过还是稍稍自控了一些 他也怕李玉隔音 李玉稍微输了口气 扶着他一点点往电梯走去 简隋英住在这个二十八层公寓最顶层 富士的上下两层 环境不错就是他一个人住着有点空 刚进屋这边剪大哨的肚子 就不合时宜的咕咕叫了起 李玉把简隋英放到了沙发上 知道自己跑不了 就去看了下冰箱 冰箱里只有饮料和啤酒 好不容易找到两袋泡面 简隋英随意地往沙发依靠 这小子看着不尽人情的样子 其实也挺老实的 于是心里又开始做了 只见他喊了一声 李玉来帮哥一把 我想洗个早换个衣服 李玉呕了一声 过来把简隋英又扶到了浴室 简隋英靠着洗漱台站着 就要开始准备脱衣服 他对自己的身材那是相当的有自信 就是不知道李玉有没有兴趣 于是他一边慢慢解扣子 一边观察李玉的表情 他就不信这小子会没反应 简大哨招呼道 你扶我一下 我脱下裤子 李玉扶着他的手臂 简隋英一手操作 李玉表情动了一下 看了眼他的脚 也不知道是不是简家遗传 简隋林也是 简隋英也是 手脚都长得很好看 只是这个人空有一副好皮脉 人品实在是差 眼看简隋英还要脱 李玉终于忍不住了 小声道简哥水开了 我过去看看 简隋英发现了他眼睛的闪躲 心想有这个苗头 就更不能让他走了 哎呀 你这个时候走了 我怎么办呢 简隋英哪里来的羞耻心 眼看李玉要走 故意压了一声 就往李玉身上靠 嘴唇还轻轻划过了李玉的脸 随即推开李玉道 哎呀抱歉 脚抽了 他眼睁睁的看着李玉的耳朵红了 这个发现可把简大哨刺激了一下 他觉得这小子实在是太可爱 李玉几乎是逃出了浴室 我去主面 简隋英看着他的背影 歪着嘴直笑 果然还是小孩子啊 他想了想自己把水放了 用毛巾擦干了身子 才喊道 李玉给哥拿浴袍来 不一会李玉就把浴袍拿了进来 进来的时候眼神依然是躲躲闪闪 没敢正眼看他 简隋英故意逗了 怎么跟小姑娘似的 还不好意思啊 我有的你都有 害羞什么 李玉皱着眉 欲言又止 不管他说什么 丢人的还是自己 简隋英哈哈直笑 乔哥这身材怎么样 肌肉漂亮吧 一星期至少得练两天呢 说着靠近了李玉 你知道男人最该练哪了 李玉生硬到不知道 简隋英笑了 说道 腰 腰可是最重要的 你以后就明白了 简隋英心里都笑翻了 他以前怎么不知道 多小孩这么有意思 李玉深深吸了口气 念主好了我扶你过去 这种轻薄无聊的人 怎么会是简隋林的哥哥 好不容易把简隋英 扶到了桌前 李玉背上自己的包道 简哥你吃吧 我先走了 简隋英多少有些失望 有些后悔 刚才一时得意忘形 戏弄过头了 考试前一天 简隋林打电话过来 哥我听李玉说 你伤着脚了 要不我给你带要去吧 简隋英想了想到 那个把李玉叫上 简隋英在家 等一个多小时 闻林才想 简隋林果然 把李玉也带来了 这让简隋英的心情 顺时好了起来 小林子一进来 就关切地说着 哥我给你看看吧 我带了活络油 给你按摩按摩 李玉脸色不渝地 在旁边看着 隋林为什么 一定要讨好他哥呢 上一辈子的恩怨 又不是隋林的错 简隋英倒好 从小把怒气 发到隋林身上 这边简隋英 突然疼得炸毛了 你小子手筋不小了 别按了 简隋英硬要把脚收回来 简隋林就是 抱着他的脚步放 几乎是哄着他 哥再忍一忍 好不好 不好 简隋英一脚踢开了他 李玉看不下去了 疼得站了起来 黑着脸道 隋林也是为你好 你这是干什么 别说李玉吼了简隋英后 简家两兄弟都愣住了 毕竟他们就是 这样的相处模式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简隋林有些尴尬 拽了拽李玉的袖子 简隋英也撇了撇嘴 就因为自己 踹了简隋林一脚就生气了 可还挺讲义气 这边简隋林赶紧到 哥你不是最爱吃麻小吗 看我和李玉来之前 特意去打包的 李玉你也快坐下一起吃 简隋英一直很喜欢 吃麻辣小龙虾 他母亲也是如此 而父亲简隋英就不一样 他嫌弃这些东西不干净 往往因为这些 不通不养的事情 两人也能吵起来 后来简隋英就不回来 再后来母亲病死 简隋英迎娶简隋林的妈进了 以至于简隋英小的时候 非常恨那个女人和他吧 那时候叛逆到什么事 让他爸丢人 让他爸难受 他就干什么 他没把简隋英弄死 简东元也没把他打死 真是奇迹 所以简隋英对他好 他全当尽孝心了 这边简隋英不就麻利的给他包下 小林子给李玉也包几颗 李玉沉着脸 我自己来 让他来吧 你就别沾手了 李玉面无表情 我习惯自己动手 说着一下子就扯断了瞎头 简隋英好像没听出来他话里的讽刺 你们俩也少吃点 转而问到李玉 你紧不紧张 李玉摇头 没什么感觉 不错有点破例 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李玉期待暑假的到来 如果能和简隋灵一起过 那是再好不过了 但他真是不想看到简隋英 简隋英有些贪婪地看了李玉一眼 什么时候能和他单独相处就好了 简隋英长这么大头 一次干了回哥哥应该干的事 去接自己弟弟回家 当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他 正无所事事地打量着 就听有人叫他简少 来人正是李玉的哥哥李玄 两人并不是特别熟 各有各的圈子 两人寒暄了会 你来接李玉的吧 我是来等他的 不过不是来接他的 他跟我说了 现在跟隋灵一起住你家 真是麻烦你了 不一会简隋英就看到了 门口出现了一个气质非凡的少女 他简直比李玄还激动 大老远就大声哼 李玉 李玄给他下了一瓶 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短短两天考试 很快就结束了 简隋英按着简东远的意思 去接了简隋灵 饭桌上简东远提议 让简隋灵去他哥那里实习 简隋英口气不善 我那儿不养脱油瓶 你要真想锻炼他 让他刷盘子去 赵妍一下子坐直了呗 几乎求救地看了简东远一眼 简东远拍了下桌子 隋英你怎么这么说你弟弟 让你弟弟去帮你忙有什么不好 简隋英翻了个白眼 懒得跟他老子吵架 愿意来就来吧 不打扰你们一家三口吃饭 我告辞 简隋灵的眼睛追随着他离去的背影 眸中浮现一丝喜色 简隋英对赵妍和简隋灵的期望很简单 就是少看一眼视一眼 可简东远偏偏不如他愿 总是把简隋灵往他身边推 试图唤醒他们的兄弟情 简隋英把车停在路边 他心里不舒服 想找个人放松放松 他掏出手机 有些急躁地翻着号码 今天找谁呢 当翻到李玉的时候 简隋英的手顿住了 那小子长得真好看了 抓得人心里怪痒痒 那头接通了 简哥什么事啊 你跟隋灵在一起吗 没有 我回我住的地方了 李玉呕了一声 声音听上去有些失望 我今天给他打电话也没反应 不知道他怎么了 两人似乎没什么话说了 简隋英调整了下声线 你忙完了吗 要不要出来逛我 李玉似乎有些意外 去哪儿啊 隋灵去吗 简隋英黑着脸 他不去 李玉沉默了一下 简哥要不改天吗 我都洗完澡了 简隋英凉凉地说 那我打得不是时候啊 你赶紧睡吧 好那挂了 管啊那小林子 简隋英舍不得挂电话 不死心地加了一句 你说我在睡前骚扰你 你会不会梦到我了 李玉耿住了 甘笑了两声没说话 简隋英失望地挂了电话 在家休息了几天 简隋英一回公司 就忙了好几天 不过请李玄的事情 一直放在心上 只是对方这两天都没空 没想到却接到了李玉的电话 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 简隋英感觉 自己的心狠狠跳了两下 这还是他第一次打电话给他 为李玉找个什么事 原来是李玄和他在一起 正好今天没事 想约一下 晚上简隋英早早到了约定地点 结果李玄来不了 这可把简隋英乐了 简隋英拿出手机 整理了半天 心想李玄真够意思 能和李玉单独约会岂不是更好 我们的李玉居然也能使用美元计了 这边简隋英一听李玉要来 马上掏出手机拨弄了两下头发 李玉来得很准时 简哥我哥有事不能来 我带他陪你赔罪 简隋英立马调整好坐姿 假装看手机 优小李子来了 一把拉过李玉坐在身旁 这么生生干什么 来来来坐 喝点茶润润嗓子 李玉歪了歪头 发现隋琳没来 简隋英突然发现他心不在焉的 便提到 李玉要暑假有什么打算呢 说到这个李玉终于把身子转向了 我听隋琳说他要去你公司实习 李玉用手支着下巴 但笑道 简哥也算我一个成吗 简隋英愣了愣 一时洗上心头 李玉能来他简直求之不得 但是他也明白一个道理 越难够到的果子就越甜 得掉一掉它 李玉啊 哥不是怀疑你的能力 哥主要是怕你赤苦受累 李玉眼里笑意更深 赶紧给简隋英道着 简哥我不怕赤苦受累什么的 就怕你看不上我 简隋英心说我早八百年就看上你了 既然你都这么说 我哪能不让你来 拍了拍他背道 到了我公司 一切都得服从上级安排 你到时候可别耍少爷脾气 简隋英心里都乐开了花 过段时间正好要去出差 就把李玉带上 两人吃完饭后 简隋英就带李玉去他哥们新开的地方玩 两人一到地方就蒙饼 简隋英单笑道 李玉这地我真的是第一次来 我不知道他这里是这个 吓着你了吧 咱们就别进去了 李玉皱了皱眉头 似笑非笑 这有什么好吓的 来都来了进去吧 简隋英挺意外地看着他 他真怕一下子把人吓跑了就不好玩了 便小心地问道你觉得有意思 李玉点点头 有点意思 简隋英笑了笑 行咱们进去 他以为李玉这样的三好少年 定是接受不了这些的 既然这样 不就可以告诉他了吗 简隋英今天只想和李玉待在一起 就没进包厢 他凑在李玉耳边说道 看什么呢 你觉得哪里有意思 李玉没说话 而是淡笑地摇了摇头 简隋英道 小李子阿以后不管做什么 这些场合是免不了的 以后哥多带你出来玩好不好 李玉看了他一眼 简哥也经常带隋琳来吗 简隋英挥了挥手 我带他来干嘛没劲 李玉眼里闪过一丝不意地讽刺 他起身道 我去下洗手间 简隋英一把抓住李玉的声 李玉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那个我也去就是有点起不来 李玉微微醋眉 架着他的胳膊把人拉了起来 不能喝就少喝点 简隋英肯定不止这点酒量 索性耍赖道 你不陪我 我一个人容易醉 所以要不你被我去洗手间吧 我们的简大哨又在做了 只见他倒在李玉身上 你不陪我喝 我一个人特别容易醉 要不你被我去洗手间吧 李玉啼笑 这还是我的错了 酒量不好就少喝 简隋英吃笑了一声 我酒量不好 随即用手轻拍了下李玉的脸蛋 等有机会来让你见识下什么是海量 李玉没跟他一般见识 劈开了他的手 我看你站得挺稳 你还是自己去卫生间吧 说完扭身就往卫生间去了 简隋英笑了笑 一点也不惊动 李玉刚进卫生间 就被一个三十来岁的大胖子拦住了去了 简隋英见着李玉还以为他在等自己 太受宠若惊了吧 随后才发现李玉是被几个人拦住了 简隋英还能不明白怎么回事呢 死胖子敢碰老子的人 今天不消了你我就不信心 只是还没动手 就弄住了 只见那胖子已经被李玉按在了地上直呼头 胖子的朋友立刻扑了上去 简隋英一脚将人踹出去老远 走向李玉 抓过李玉的手头 小李子你没事吧 李玉淡淡扫了他一眼 没事 不愉快小唐也过来了 这边李玉抽回了自己的手 简哥很晚了 我想回去了 简隋英连忙点头 好我送你回去 转头对小唐吧 把这几个闹事地扔出去 小唐一挥手 德雷听见哨的 两人坐到车里后 头几分钟谁都没说过 简隋英看着李玉 不怪那胖子见了李玉走不动的 李玉这个外形 在圈子里就是顶级 更别说那些没见过失眠的 就连自己第一次见他 也流了半天口水 要不是那几个不长眼的 也不至于第一次约会就失败 最后简隋英忍不住 小李子 你是不是生气了 要不是我今天带你来 你也不能受这个气 李玉轻笑道 为什么要生气 我只是不理解那个人为什么会找我 简隋英尴尬道 那个地方消费高 他们看你年纪小 以为你是 李玉把身子转了过来 视线落在他脸上 以为我是什么 简隋英被他看得心虚 当然不敢直说 主要是你太帅了 只不过今天这个胆大包天 简隋英一开了视线 你别在意 就但被狗凑近闻了几下 李玉沉浸如水的目光 在他身上放了两三秒 才慢慢一开视线 简哥 隋林什么时候去上班 换了西装的小李子好帅呀 冷漠起来的小李子好酷啊 不能吃辣的小李子好可爱呀 两天后李玉跟着李玄一起来的 两人聊了会公事 李玉便在旁边休息 李玄走之前还悄悄说道 我家老二这两个月就托给你了 你可千万别给我客气 所好锻炼他 李玉转头看了他们一眼 简隋英回头一看 笑了笑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 我一定让他好好历练 过了午休时间 李玉去了人事部报道 便来问简哥自己能干点什么 简隋英露出一口白哑 你看你刚毕业 啥啥不会 所以当我助理怎么样 李玉挑了挑眉 那你打算让隋灵做什么 他们在安排 简隋英开玩笑道 怎么 不乐意啊 昨天是谁说什么来着 一切听领导的 现在访悔了 李玉摇了摇头 怎么会呢 我会努力的 简隋英上下打量这李玉 不过你这衣服 走先带你换身装备 李玉露出些惊讶 我今天下班会去买的 简隋英搬过李玉的肩 你总不能穿成这样的 记住着装得体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是不是还得我请你 你才去啊 两人来了商场 李玉换了一套西装 服务员直夸 这一身也好好看 李公子长得好 穿什么都好看 这边简隋英本想着给李玉打领带 却被李玉抓住了手 简总我自己来 简隋英笑了笑 松开了手 好你自己来 简隋英站在旁边看着李玉自己系领带 瞧着一身板板整整的小西装 把他那华丽的身材衬托得愈发好看了 我现在算是真正的体会到 什么叫心愿一马 什么叫想如飞飞 这边简隋英正想着呢 李玉突然说道 简总买了这么多件也够穿了 咱们回去吧 简隋英到都这个点了 走吃饭去 李玉又问了一句 今天花了多少 明天我把钱转给你 简隋英语气跟宠孩子一样 你跟我客气什么 收着就是了 李玉转过脸来 表情有点冷 我买东西 为什么要你来付钱 简隋英一下子给问愣着 是啊 他和李玉现在还只是半生不熟的关系 这一下子给人花下去十几万 算怎么回事 细究起来却是越界了 李玉这个人骨子里特别傲慢 性情又冷淡 不好相处 这种人你跟他好多久 未必把你真当回事 但是你要得罪了他 哪怕一见 他都可能一直记恨下去 这应该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 李玉的爷爷当年是经过大风大浪的 这样家庭出生的孩子 我真要是得罪了可就不好了 他赶紧把这是班证 我可不是送你 就是提前犒劳犒劳你 毕竟以后工作东奔西跑特别忙活 李玉拿过了简隋英手里的衣服 与其稍缓 谢谢简总 不过这些东西实在不该你破费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晚饭我请您 全当是谢谢您陪我挑衣服 简隋英心里那个郁闷了 之前一口一个简哥多好啊 怎么才半天时间 就又是简总又是您的 直到了吃饭的时间 李玉才有了好脸色 简隋英英勤的给他加菜倒茶 简哥我自己来 我够得着 简隋英看李玉真没事了 才放下心来 行我就是想给你说这个凉拌同好特别好吃 就是有点辣 李玉的 好我自己来 简隋英微笑地看着李玉往嘴里送紧 那才刚进嘴里就全身颤抖了起来 最后实在憋不住整个脸都蜡红啊 简隋英赶紧递上了水 李玉接过水 蜡得咳了起来 谢谢 简隋英看着李玉蜡得通红的脸 趁得他皮肤愈发白赞水嫩 怎么看都看不够啊 不愧是简拔脆啊 故意喝醉勾搭小李子 不得不说醉酒的简哥真是太可 李玉果然没两天就把钱转给了简隋英 好像留在自己帐上烫手一样 难得上赶着想讨好人家 人家还看不上 这让简隋英多少有些挫败的 这时收到一好消息 说是秦皇岛那边人约到了 今晚一起吃个饭 李玉马上准备车 现在跟我去秦皇岛 简隋英因为这个是两天没睡好觉 坐在商务车上可能空调开太大 没一会就冻醒 打了一路的喷嚏 直接将气撒到了司机身上 今晚还得跟人吃饭 谁愿意跟带着生化武器的坐一起 空调打那么大干什么 第一看你懂不懂 简隋英一边看资料 一边带着迷音说 小李子啊 今晚你可得给我导致 我要保持头脑清醒 李玉倒是有些意外 自他认识这个人 这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专注 他调侃到你不是喜欢喝酒 简隋英一脸疲倦揉了下眼睛 喝酒是助性 喝太多就是活受罪了 简隋英可能是喷嚏打的脑子发晕了 迷迷呼呼就给李玉上了堂课 其实讲的都是自己出来做生意的经验 李玉开始还只是心不在焉 后来眼神慢慢地钻住了起 吃完饭简隋英勉强把人送走 就再也坚持不住了 李玉给他倒了杯水 简隋英一把推开 嗓子沙哑 我要睡觉 李玉有些不耐烦地把杯口对着他的嘴 硬灌了下去 简隋英枪的直咳嗽 额角渗出细腻的汗珠 嘴里嘟嚷着让我睡觉 李玉好不容易才将人扶到了床上 他是真的不想管简隋英 但是放着自己老板这个样子 第二天实在说不过去 还好这次不比上次 简隋英没有力气调戏他 很顺利地将他衣服脱了下来 只是脱下来之后 他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简隋英 李玉顿时浑身都攻击 一下进入了防御状态 他扯过被子扔到简隋英身上 转身就要走 简隋英却遥遥放放地坐了起 李玉水 去到杯水 简隋英咕噜咕噜喝了两口 然后把杯子一推 去埋结酒药来 李玉无语了 这大半夜的谁有心情去给他买药 看他这状态 就算不给他买药 第二天也不能记住 还是走吧 李玉推开了 简隋英此时却身子歪系 最后躺倒在了李玉的腿上 简隋英似乎感觉有点不舒服 脑袋还往里蹭了蹭 李玉瞬间就猛了 这集有点小刺激 我们的简哥真的是流氓得太彻底 毕竟简哥哪样不是出类拔萃 上集说到我们的简哥一下 躺倒在了李玉的腿上 不仅如此还蹭了蹭 李玉整个人都不淡定了 疼的一下站了起来 将简隋英直接躺开 随后快步离开房间 门被甩上的瞬间 简隋英微微张开了眼睛 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 爱可惜啊 四肢无力 要不然酒后耍流氓会成功一些 一日 李玉正吃着早饭 小李子 在哪呢 我睡饱了 你来 不一会儿房间响起了敲门声 简大上没想到人来得这么快 手忙脚乱的把睡袍脱了下来扔到卫生间 很好 够帅 这才去开了门 门一开李玉面无表情的站在外面 旁边还有总是一脸傻像的司机小赵 简隋英想了想自己现在的造型 就算脸皮在后也有些尴尬 小赵你先回房间待着去 李玉你进来交代你几件事 简大少站在桌子旁边 你看看我这些衣服还能穿吗 你去给我买身衣服 对了还有见识 简隋英戏谑地看着李玉 你知道我的尺寸吗 李玉一顿 随后视线下移 轻轻一笑到能估计出来 简隋英愣着 李玉她笑了 她不禁呆了两秒才反应过劲来 简眉调戏成功她有些失望 草草道 那赶紧办去吧 下午简隋英带着李玉去看自家爷爷 老爷子虽然头发半白 但是精神绝朔 一看他们下车就笑 几人一边闲聊一边朝屋里走去 今天准备杀只鸡盾上 吃饭还早 你们俩去后边湖里钓两条鱼吧 要是钓上来的鱼没有四斤重 今晚就你俩刷完 简隋英熟门熟路地开动了船 往湖心开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玉觉得昏昏欲睡的时候 突然听到耳边简隋英大喊一声 咬勾了 接着就感觉到一股冲力撞到了她身上 简隋英已经扑到了她旁边 一脸兴奋地在收线 还不忘责怪她 睡着了呀 你也不会看着你 李玉也帮着她收线 一条一尺多长的肥大草鱼被吊上了 李玉也难得开了句玩笑 不用我们刷完了吧 简大少太好笑了 李玉的一句练拳击 吓得她贼心贼胆都没了 上集说到两人一起钓了一条大鱼起来 只是这于生命里极其旺盛 把李玉的衣服都梦湿了 简隋英进舱里拿出衣服递给李玉 李玉刚要接 简隋英哀了一声 又收了回来 李玉的手盾在半空 询问地看着她 简隋英露出一个坏笑 小李子 你会游泳吗 李玉后退了一步 简隋英逼近 天这么热 要不要下去有两圈啊 李玉又戒备地后退了两步 简隋英只能把衣服递给她 换吧 李玉开始换衣服 简隋英就已靠在操门口 有滋有味地看着 不光看还带品头论足的 嘖嘖小李子你身材真好 怎么练的 李玉硬邦邦地说 我运动 简隋英目光肆意地在李玉身上扫荡 偶尔几次运动能练成这样 还是你去健身房啊 李玉被她看得浑身不自在 她冷冷看着简隋英 我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简隋英挑了挑眉 随口问道 你练什么的呀 田径 篮球 说着还暧昧地伸出手 你领子没好我给你弄梦 李玉盯着简隋英的手 不禁想起最近才听人说起的 关于简家大少爷是同性恋的传闻 她露出雪白的牙齿 森然一笑 练拳击 简隋英身子抖了抖迅速将手收了回来 干笑到不错呀真看不出来 我以前还学过跆拳道呢 这边爷爷来电话了 说是鸡已经顿上了 你们是不是准备刷碗了 简隋英看了看身旁的李玉 李玉已经重新坐在椅子上 专注地看着拂面 她轻易地给李玉拨了拨被衣服弄乱的头发 压低嗓音到 说实话你还是穿运动浮显的阳光 李玉不动声色地微微偏了偏脑袋 如水的目光淡淡瞟了她一眼 简隋英心跳突然快了起来 何止是快 简直好像要跳出自己这个容器了一般 在这样一个沉静美好又四下无人的时刻 最适合发生点什么 只是简隋英对李玉有所顾忌 她觉得自己需要一个机会 而这个机会不知道是什么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成熟 然而让简隋英没想到的是 她所期望的机会会这么快出现 李玉和简哥居然要同床共枕了 我们的简哥又要开始坐腰了 上集说到简大少看见李玉的运动装 就心脏砰砰地乱跳 恨不得马上能干点啥 只是她对李玉有所顾忌 不敢吓什么 要是有个能和她拉近距离的机会出现就好了 她没想到这个机会这么快就出现了 仨人吃饭的时候 老爷子和李玉聊得特别投机 基本上把简隋英晾到了一边 一顿饭吃了快三个小时 吃完天也彻底黑了 简老爷冲保母道 秀琳啊你把隋英的房间给收拾出来 再给小李收拾出一间客房了 简隋英马上阻止到 别了 多麻烦我们俩睡一间就行了 简隋英说完话 特意看了李玉一眼 心里一阵窃喜 今晚可不是就要同床共枕 大进步呀大进步 李玉也看了她一眼 目光深沉 让人猜不透她在想什么 简隋英一进屋先喝了口水 这儿没有空调 热得只能开风扇 李玉微微耸了耸肩 还行 不是很热 简隋英先去把电扇给拧开了 一抬手就把T恤给脱了 露出精状没有一丝坠肉的上身 她回头冲李玉一笑 我先去洗澡了你可别偷看了 李玉懒得搭理她自顾自地坐在桌前 打开笔记本看新闻 简隋英自讨了个美举 没办法 简大嫂对自己实在太自信了 老觉得不轻声上针诱惑一下 就浪费了大好身材 作为第一个俩人共处一世彼此之间如此靠近的夜晚 简隋英觉得有必要重视起来 她洗完澡之后又是刮骨子又是做面膜 最后把头发吹干 喷了点香水 这才穿着凹凸有致的小裤衩自信满满的出来 上集说到简哥和李玉打架 一不小心擦枪走火 只能灰溜溜地来到隔壁房间对付一望 但是她根本睡不着 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 李玉一动她就突然紧张地跳了起来不想让人走 这下完了 这么长时间建立起来的关系估计全毁 不过简大嫂又自我安慰了一份 老子爱喜欢谁喜欢谁 她能把自己怎么样吗 次日 简隋英起来洗漱了一房 就去了主屋 李玉和老爷子正坐在椅子上聊天 简隋英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她没走就好 你们聊什么呢 李玉抬起头 扫了她一眼 眼神非常之淡漠 仿佛昨天什么也没发生 聊茶 简老爷子赞赏到老里头这个孙子不得了 懂得可不少 简隋英正愁怎么讨好李玉 连忙负荷到那肯定 小李子可聪明了 李玉连眉梢都没抬一下 低头贫了口着 简隋英碰了的小钉子 也就不再说什么 吃过午饭后 两人便准备回去了 小赵接上他们后 李玉和简隋英依然是一前一后的坐在商务车的两台座位上 一路无话 简隋英一心想的都是 李玉要是跟他翻脸 他该怎么把人留下 简隋英让小赵在一个加油站停车 李玉下去上了个厕所 回来小赵就不见了 怎么回事赵助理呢 我让小赵自己打车回去了 李玉微微醋没什么意思 我觉得咱俩应该聊聊 有外人在不方便 简大嫂说的脸不红心不跳 还从倒车镜里给了李玉一个飞眼 简隋英清了清嗓子 那什么 首先简哥还是得跟你道歉 昨天那个事 是我冲动了 你就当我喝醉了发疯了 别往心里去 简哥确实喜欢你 谁说男的和男的在一块就不行了 只要俩人在一起开心不就得了 小李子我可以跟你保证 只要你跟我简隋英 我能让你比跟任何男人女人在一起多快乐 所以你别急着拒绝我 给我个机会怎么样 李玉嘴角有些抽搐 气得他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他感觉简隋英的态度 就跟那些太子党追求女明星差不多 也看上你是给你面子 你别不拾好的 李玉安安握紧了拳头 简哥我叫你一声歌 你也有个做歌的样子吧 简隋英脸色微变 这么拐弯抹角的骂人 听着他浑身难受 算了不跟他计较 谁让自己上胆的稀罕人家 简隋英善笑道 但我是真喜欢你 我可不会轻易放弃的 你不会打算辞职吧 李玉被温愣住了 他一时还真有些犹豫 简隋英故意激他 你要想辞职我也不拦着你 我给你哥打个电话 保证让他不说你 李玉脸部表情都有些扭曲 明知道简隋英在激他也束手无策 不用 我没打算辞职 简隋英咧嘴笑道 这可不是我逼你 小白杨白心里他来了 萌萌哒哒好可爱 上集说到简哥和李玉不小心擦枪走火 就怕李玉走了 于是呼回去的一路上都在激李玉 李玉一想到自己的歌 声音道不用 我没打算辞职 简隋英咧嘴笑道 这可不是我逼你 其实这个来自上司的骚扰 也是职场生活的一部分吗 这对你也是个锻炼 将李玉送到家后 简隋英把后备箱里的蔬菜水果分了分 都是新鲜没有农药的 特环保特健康 车发动的一刹门 简隋英还不忘冲他来了一个飞吻 然后一脸皮笑地看着他 李玉气得脸都绿了 李玉请了两天假 简隋英感觉就像李玉在跟他闹别人似的 这段时间李玉一直跟前跟后地在他眼前转悠 一两天见不着还真有些想 他摆弄着手机终于忍不住发了草短信 小李子 干嘛呢 等了半天没回应 简隋英又发了一条名来上班吧 小林子也来了 第二天早上 简隋英一进公司 秘书就跟他说简隋林来了 他拐到会客室 就看到简隋林和李玉坐在里边 俩人正在聊天 有说有笑的样子 那画面别提多养眼了 简隋英不仅有些嫉妒 李玉这么温和开朗的笑容 就从来没舍得给他过 他有些不爽地敲了敲玻璃 会客室里的俩人同时抬头 一个喜上眉梢 一个表情僵硬 李玉站起了身 梁总今天给我打了电话 问你这两天有没有时间 他想让你去体验下他那个产权酒店的温泉 行啊 这两天到处空来我带你去放松放松 李玉目光闪烁 没吭声 这时秘书小梁匆忙忙过来了 简总 你表弟又来了 简隋英脸立刻扭曲了 又来了 小梁 你把他领我办公室来 你们俩跟我进办公室 简隋英将一叠文件丢在了桌子上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你这小子 做个屁生意 回家吃奶去吧 这种项目你也敢要 摆明这坑名你都看不出来 白心语哭丧着脸 哥 你倒是提意见了 你别老骂我了 简隋英把文件推了推 小林子你和李玉看看 你俩要是能看出问题了 我给你们一个独立的项目做 可怜我们简大哨啊 自从接了这块地就要被小林子射进 上集说道白心语带着一个项目来 被简隋英骂了一顿 他一脸委屈 哥你别老这么说我 本来我有潜力的 也被你说自卑了 这边李玉突然开口 简总这是高压线吗 高压线下不能有建筑物 就算把地拿过来也没办法动工 简隋英也道 哥 这块地产权也不清晰 简隋英冲白心语道 听到没有 这么明显的高压线你都看不到 你都没去地里看看 白心语你的缺心呀 高压线要改到 你知道要费多大功夫吗 这地产权还不够明确 指不定到时候又出什么纠色 白心语得说的缩着脑袋不敢看他 半天挤出一句那就不能做了 简隋英笑了笑 能做 有一点你说对了 这块地弄好了确实之前 白心语欣喜地抬起头 闭脸的期待 不过在听到简大嫂的一句 我能做你不能做事 又立刻捏了下来 这样吧 李玉 小林子 刚才说好了 我给你们个锻炼的机会 这块地你们俩帮着他做 白心语疑惑地看着两人 小声地嘟囔道 哥他俩行吗 简隋英瞪了他一眼 我看比你行 再说有我帮着他们你怕什么 这个项目我有八成的信心 你要不愿意就拉倒 简隋英看着李玉两人 这个项目没有个一年半载做不下的 你们俩想好了 要是想接那就不能中途退出 简隋林立刻道 我可以 李玉略微犹豫了一下 他匆匆看了简隋林一眼 然后对简隋英的 我也可以 简隋英心里窃喜 这样锦李又可以留到下一名了 简隋英满意地点点头 李玉起草合同去 小林子跟着你与哥去看地 实际考察一下回来写个报告 三个人都站起身要往外走 简隋英突然开口到李玉 李玉扭过头 你中午跟我出去吃饭 简大少主动出击申请告白李玉 可把我们小李子格英换 上集说到三人商量完了事 简隋英喊住了要出去的李玉 中午跟我出去吃饭 李玉还以为有人请简隋英吃饭 结果简隋英连司机也没叫 李玉这才弄明白午饭就他俩人吃 中午吃饭人不多 三三两两的 李玉一坐下来就跟他聊公事 简隋英一说到公事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能立马震惊好几倍 可是等菜上来了就不适合谈公事了 简隋英立刻就显出原形 殷勤的又给李玉加菜又给李玉倒饮料 简直就和刚才谈公司的时候判若两人 李玉比那天刚知道简隋英对他有那个意思的时候淡定多 脸上也没了明显的厌恶和不耐 就是不嫌不淡地跟他周旋着 两人吃完之后 简隋英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个黑色绒布小货 推到李玉面前 李玉我那天逛街看到了这个 觉得特别适合你 李玉看了他一眼 冷淡地说道 简哥 你别来这套了 你觉得我会收吗 简隋英一点都不气馁 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就是一点心意 你工作也挺辛苦的不是 见李玉没有动的意思 简隋英自己把盒子打开了 里边是一个薄金的领带夹 还算低调的碎钻 看看喜欢吗 李玉闭了下眼睛 似乎在隐忍着火气 他沉生道简哥 你拿讨好女人那一套来对付 合适吗 简隋英特别冤枉 这怎么能是讨好女人的 我这辈子除了我吗 哪个女人我都没讨好过 我天生就是弯的 李玉真没想到有人能把这件事说得好像还挺自豪的 简隋英趁其不备 轻轻地握住李玉的手 我只是单纯地想送礼物给我喜欢的人 李玉一点不留情面地说回手 冷声道你别在我身上白费心思了 我不可能接受 简隋英装出一个忧郁的表情 我知道你会拒绝 但是我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这一顿饭吃的 把李玉隔音坏了 站起了身转身便走 其实简隋英平时什么都好 如果不是对他抱着这种心思 俩人能相处得很愉快 只是可惜了 哎呀我们简哥骚气出场 计划着该如何灌罪李玉 下午李玉在跟简隋英汇报方案的详细策划时 简隋英回来了 还带回了一些那快递的照片和资料 还有雨哥那里我会盯着的 哥你放心 简隋英听完之后 给了他这个项目怎么着手的思路 对了今天是不是出成绩了 两人愣了一下 相继对视了一眼 都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赶紧到 是今天 用我电脑查吧 简隋英一看成绩 可以呀小林子 我上次答应你 送你台车 你自己乔乔吧 不过毕竟还是学生就别弄太张扬了 转身将手搭在李玉的肩上 李玉你的成绩查到了吗 我看看 李玉你也可以啊 考得不错 简隋英简直比知道简隋林考好了还高兴 行了 这回你们有理由庆祝 我给你们包个场 你愿意请多少人都行 随便你们玩 这么好和李玉相处的机会 他怎么能错过呢 李玉习惯性的倒不用了 我和隋英已经定好了地方 定金也付了 简隋英不死心道 不管怎么样 你得让我表示表示 起码隋英也是我弟弟们 这样吧 求我来准备 我那些同学不喝酒 简隋英扑斥一声 算了吧 现在的学生 你以为都像你啊 就这么定了 不然让我空手去 我可不好意思 简隋英以为他默许了 已经开始蓄谋 到了那天怎么把李玉冠晕 到了当天 简隋英让李玉和简隋林提前下班 自己也回家洗了个澡 做了个面膜 把自己收拾得非常满意了 才前往两人聚会的地方 他一进去简隋林就赢了过来 小脸粉扑扑地看上去春风洋溢 哥 你来了 简隋英眼睛四下扫着 李玉呢 在那边 简隋英顺着他的手指望过去 发现李玉正跟一个小姑娘聊天 那姑娘长得白净清秀 是挺漂亮 可是李玉不会真喜欢这样没发育好了吧 他心里不爽地盯着那姑娘看 目光有些审视 这集有点小刺激 简大少强吻李玉 被揍了还不忘说你的嘴唇真软真甜 上集说到简隋英骚气出场 在看到李玉在和一妹子聊天后 眼神一冷 那小姑娘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李玉不会真喜欢她吧 几人坐下后 简隋英就故意逗她 美女 李玉的工作可不轻松啊 你真不心疼吗 小姑娘脸红得能低血了 不是 跟我没关系 可是男人要想有地位 不吃苦不受累是不行的 你说是不是 李玉有些看不惯简隋英 这么欺负个小姑娘 就把话题岔开了 他这样更让简隋英觉得 这是他护着那姑娘了 促劲更浓 他继续道 美女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我觉得李玉不适合你 他这人可没意思了 你觉得我弟弟怎么样 周围的男女同学都炸开锅了 都是大帅哥选谁都指了 那姑娘脸皮薄 给他尴尬的快哭出来了 李玉这个来气 他一看简隋英 眯着眼睛一脸不怀好意的样子 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简隋英笑了笑 李玉可是他看上的人 谁敢跟他抢 惦记都不行 李玉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将他直接拽了出去 简隋英也是一肚子憋气 心想这俩人绝对不纯洁 李玉把他拉到外边阳台 低声喝道你到底要干什么 简隋英甩开他的胳膊 我干什么了 我给我弟弟预备个媳妇 怎么 你舍不得呀 李玉惦记简隋林那么多年了 当然舍不得 他愈怒道 你别胡闹好吗 弄得我同学多尴尬 再说隋林不喜欢他 简隋英促劲儿都快冲天了 行啊李玉 英雄就美啊 但哥要告诉你一句话 男人不管谈什么感情 床上不对位都是白扯 那方面要是契合了 男的女的根本不重要 李玉你敢不敢和我试试 简隋英这么直白的宣言 给李玉闹了个大红脸 简哥 不管我喜不喜欢女人 我跟你都不可能 你正常点 他话还没说完 简隋英已经一个剑步冲了上来 揪住他的衣服 按住他的手腕 整个人贴上来一下子堵住了他的嘴 李玉毕竟年少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被男人贴贴 他瞬间大脑充血 愣在了当场 他的头脑在下一秒清醒过来 眼睛圆断 狠狠一摇 简隋英疼的一缩 紧接着毫无防备下 前胸传来一股巨大的推力 直接跌坐在地 李玉一脸猙獰地冲了上来 揪着他的衣领举起了拳头 简隋英舔着嘴角的戏 挑衅地看着他 你嘴唇真软 真甜 怎么样 我稳计不错吧 简大少强吻李玉后不仅不后悔 更是嘚瑟了 怎么说都是赚到了 上集说到简隋英强吻李玉 李玉一把将其推开 揪着他的衣领举起了拳头 简隋英舔着嘴角的血 挑衅地看着他 你嘴唇真软 真甜 怎么样我稳计不错吧 李玉气得用膝盖狠狠撞了下他的肚子 简隋英抱着肚子一阵咳嗽 半天没缓上来 李玉整好衣服 一刻不想多留地回到了大厅 出出一个得意的笑容 这回简隋英是提前离场的 都闹成这样的 再待下去也挺没意思的 想着临走前李玉看他的眼神 他有些后悔自己的冲动 自己刚才对李玉那么急色 想想也确实有点丢人 不过左右自己是亲着了 也没吃亏 简隋英回味着那个嘴唇清淡柔软的味道 跟李玉给人的那种冷漠有些出路 这样的对比反而让他更加着迷 就是刚才那一下子真疼啊 一想到就更疼啊 这小子真是下了狠手 简隋英心有余悸地揉了揉肚子 简大嫂叹了口气 感觉肚子不紧疼 还满肤邪火有肚的 有气的 有不甘心的 而且他就是不明白 李玉到底看不上他哪里啊 他简大嫂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拒绝过呀 真是委屈死了 这时他手机突然响了 拿起来一看 居然是简隋林 简隋林怎么会有胆子 在这个时候给他打电话 找妈妈 他不耐烦为了一声 那边传来的却是李玉的声音 隋林喝醉了 你呢 你也醉了 没有 但是不能开车 我想送他回家 但是不知道怎么走 这声音一听就知道喝多了 都口齿不清了 还要强装镇定 简大嫂不仅不郁闷了简直高兴的想笑 能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被想起来 对自己都是一种鼓舞和满足 你别急 我离你们很近 待着别动 我现在去找你们 李玉慢悠悠地嗷了一声 手机滑落 就和简隋林一起醉倒了过去 简大嫂你的高傲你的下陷呢 居然对一个睡着的人下手 上集说到李玉喝醉了给简隋英打了个电话 简隋英那时开车一路飞驰到目的地 将简隋林一把揪起来扔给了服务员 麻烦你帮我把人扶到外面车上 自己去搀扶小美人了 李玉 醒醒 你们俩怎么喝成这样 你平时嘴不挺严实的吗 这个时候李玉走路都直打慌 神经也明胆不起来了 任凭简隋英搂着她的腰也没什么反应 低声道送隋林回去 我都来了 还能把她扔大街上吗 简隋英看着李玉那任人摆布的样子 心中邪恶的想 还是担心你自己吧 就你这状态失身都有可能还考虑别人 简隋英把俩人拉到了她刚住过的酒店 然后再另外开了一间 在保安的帮助下把简隋林扔到了一个房间 然后把李玉弄到了自己房间 关上门之后 简隋英真有种大灰狼看着盘中兔子的感觉 真是美味无比啊 简大哨自认不算的特别磊落的人 可是对着一个不省人事的人为所欲为 也实在太不是东西了点 而且想想李玉的脾气 第二天醒过来还不得跟她拼命啊 一想到那个画面简隋英就是那个怕呀 还是算了 不过上手摸一摸总不犯法吧 解解缠 简隋英伸手摸着李玉的脸 从俊逸的眉眼摸到高挺的鼻子 然后再摸到软糊糊的嘴唇 接着又细细感受了一下脸颊滑腻的皮肤 摸着摸着 简大哨的惺惺之火就不小心有了燎原之势 她下得赶紧把手收了回来 怕再摸就直接解人家裤腰带了 简大哨这个憋得难受啊 开始了今天的第二次降火 想到刚才那一瞬间想要把人据为己有的感觉 她现在都有些迷茫 自己到底是想征服李玉 还是真的开始喜欢她了 出来的时候李玉还睡得很沉 最后简隋英还是没忍住 打算把李玉扒干净了 就算不做什么 过过眼瘾手瘾也不错不是吗 简大哨牛了呀 这是要强上李玉吗 上集说到李玉醉酒后 被简隋英直接扔到了床上 更是伸手摸着李玉的脸 李玉的唇 感受了一下李玉脸颊那滑腻的皮肤 简大哨这个憋得难受啊 又进浴室洗了个澡 想让头脑和身体都降降温 出来的时候李玉还睡得很沉 平稳地呼吸着 一条腿大半掉到了床下 简隋英过去把她鞋给脱了 看着她身上的衣服犹豫了 衣服好像没脏 不用脱吧 可是穿着衣服睡觉多难受啊 还是给她脱了吧 简隋英脑子里一边给自己 找把李玉扒光的借口 一边想阻止自己这么干 最后她还是没忍住 打算把李玉扒干净了 就算不做什么 过过眼影手影也不错 而且第二天早上 还能造成一个非常暧昧的假象 你可得对我负责啊 昨晚你醉得不省人事 还是我看不过去帮你换的衣服 没想到你 这么想着简隋英针 就开始脱李玉的衣服 不管了明天就那么随便解释吧 接下来就是这里 正当简隋英用手解李玉裤腰带时 带着寻宝一般激动兴奋的心情 往下推她裤子的时候 她的头顶冷不丁 来了一道冰凉的声音 你干什么 简隋英那时候真的体会到了 被捉脏在场的小偷的心情 心咯噔得很跳了一下 我给你把衣服脱了 要不睡觉难受 李玉正眯着眼睛看着她 眼里布满血丝 眼神萌萌依然盖着醉意 从我身上 下去 简隋英身形一动 想把身体一开 但是她最终却没动 而是歪着脖子看着李玉 李玉努力使自己清醒 眼神非常冷烈 我再说一遍 下去 她只期望把简隋英稳住 明天她清醒了再跟她算账 而简隋英却把两只手 撑在李玉的头两侧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勾着嘴角露出一个坏笑 小李子你知道吗 你这副软绵绵的样子 比你平时要可爱多了 你要是平时也这样多好 李玉冷冷地看着她 尝试着挥出了拳头 但是却被简隋英 轻易抓住了手腕按回了床上 行了小李子 你现在站都站不稳 别说揍人了 你别紧张 我只想轻轻你 你如果一直这样多好 这集有点小刺激啊 简大少终于吃到了李玉的味道 上集说到简隋英将李玉按在了身下 行了小李子 你现在站都站不稳 别说揍人了 你别紧张 我只想轻轻你 你如果一直这样多好 话音刚落 简隋英便轻轻贴住了李玉的唇 李玉只觉得嘴唇被轻轻的啃咬拉着 只能和她的纠缠在一起 李玉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太过乏力 连再咬她的力气都没有 任凭她轻着 简隋英压在李玉的身上 缓慢但是极具技巧地磨蹭着李玉 简隋英轻购了她的唇 把吻落到了她的胸膛上 李玉喘着气沉声道 简隋英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简大少一边轻一边说 牡丹花吓死 做鬼也风流吗 何况我真没有活得不耐烦 你以为我要做什么 强迫你 我真没那个胆 你放心吧 李玉咬紧了牙 那你现在干的事叫什么 简隋英低声笑道 没干什么 只是想尝尝你的味道 说着手更是一路往下 李玉浑身一震 惊讶的一瞬间瞪大了眼睛 简隋英看着下面的风景滴滴的笑 挺精神的吗 小李子 给哥说实话 没体验过吧 李玉又羞又老 醒了大半 做起深度到你还要不要脸 简隋英哼笑一声 将人重新按了回去 你倒是别配合我不要脸呀 说着便埋下了头 李玉一瞬间大脑充血 几乎是眼睁睁的看着简隋英对她为所欲为 她从喉咙里爆发出一声急促而低沉的声音 对于一个少不惊事的人来说 这是多么可怕多么强大的冲击 她一瞬间觉得眼前发白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手下意识地摸到了简隋英的头发 五指插进了她漆黑的发间 抓着她的头发无声地诉求 李玉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刺激 没多久就气泄投降了 李玉脸红得简直不像话 不知所措地看着她 简隋英看了她一眼 小李子你这不行啊 这么快就脚枪了 换哪个男人被人质疑能力 都得在心理上跟人拼命 李玉也不例外 他狠狠瞪着简隋英 而简大少只说了一句 怎么爽完了想不认账啊 就这一句话就让李玉气势掉了一半 简哥和李玉打架 一不小心就热血上冲了 简大少直接挑明关系 上集说到李玉出于自我意识 抡起简隋英再伸脚一踹 简大少的身体就在空中 划了个笨桌的弧线 然后直接往床下陨落了 但简隋英也不是省油的灯 长这么大她打架要么赢 要么两败俱伤 她往地上摔的时候 也没有松开李玉的胳膊 反而狠狠一拉 李玉一咕噜地跟着她掉到了床下 李玉掉到了她身上 简大少一摔一压 疼得她靠了一声 俩人挣扎扭动中 简大就有点擦枪走火 当李玉感觉到那东西的时候 她整个人都僵住了 简隋英也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 顿时也不敢动了 此时两人都找回了一些理智 简隋英突然松开了手 李玉也动作麻利地跳了起来 屋子里近到了极点 李玉背对着简隋英站着 身子跟雕像似的一动不动 足足僵了好几秒 才发出没有任何起伏的声音 你喜欢男人 简隋英咽了口口水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我是 李玉慢慢转过脸 眼神特别的冷 你是不是对我 简隋英此时已经完全清醒了 该丢的人都丢出去了 她反而有种破罐子 破摔的洒脱和痛快 于是大大方方地承认 是 我是喜欢你 李玉咬牙道我不喜欢男人 谁也没说你是啊 我尚赶着喜欢你不行吗 我从第一眼见你就喜欢你 李玉抓起椅子上的衣服裤子 大步就要往门口走 简隋英一把抓住李玉的手 李玉马上跟被电了似的 猛地转过身 戒备地看着她 简隋英愣了一下 迅速地收回了手 表情有点无奈地说道 今天的事是简阁冲动 我跟你道歉 我刚才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了 大家都是男人你理解一下哈 我那个什么是真喜欢你 总之刚才是我错了 你别出去了 外边都是蚊子 你在这睡吧 我去其他房间 说完她便开门出去了 李玉看着她的背影 眼神愈发阴冷 简隋英在隔壁床上对付了一晚上 刚躺下那会儿她根本睡不着 脑子里翻来覆去的 想刚刚发生的事情 怎么想怎么后悔 今天场面她来了 李二 我说你他妈到底看不上我什么 我简隋英哪样不是出类拔萃的 上集说到李玉和简隋英打架 李玉抓着简隋英的头发 凶狠地看着她 你还想对我做什么恶心的事 说来听听 我看看你他妈到底有几条命 简隋英也凶狠地瞪着她 狠狠用头撞了李玉胸腔一下 李玉受惊后退 简隋英一记肘击 把刚才自己遭得罪 都如数还在了李玉的肚子上 李玉也后退好几步才稳住身子 俩人调整了一下面部表情 扑上来扭打在一起 简隋英一边打一边 在心里大骂李玉这小子下手太重 她本来还顾忌着怕伤着她 结果人家是一点没有跟她客气 她就不理解了 明明是自己伺候的她 怎么她反倒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她这辈子打架没这么丢人现眼过 她觉得自己输就输 在她竟然舍不得对李玉下手 简隋英骂了一声 拽过茶几上的烟灰缸就往她身上扔 李玉一闪身就逼了过去 对简隋英就更加来气 她一把掐住简隋英的脖子 眼神中充满了冷酷的威胁 从现在开始 把你脑子里那些恶心的念头都给我抹掉 简隋英脑羞成怒 追个人搞成这样 真是丢脸到了姥姥家 俩人都闹成这样了 怎么想都肯定是没戏了 既然如此 她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今天不恶心的你吐出来 自己就算是白挨这一顿了 她伸手按住李玉的脖子 露出一个轻跳的笑容 你还能决定老子想什么 老子想的好几种法子上你呢 你打算怎么办 给我脑袋开个缝挖出来 李玉双眼冒火 拇指开始用力 气得双唇直哆嗦 你还要不要脸 简隋英脸胀的通红 老子爱怎样怎样你管得了我 老子看上你 就是给你脸 李玉这时候是真恨不得掐死简隋英 从来没一个人能把她的怒火激发到这种程度 她觉得此刻不掐死 她留着她就是疑惑人间 简隋英用膝盖用力地往她腰侧一撞 李玉腾的脸色煞白 直接撞到在地 李二 我说你他妈到底看不上我什么 我简隋英哪样不是出类拔萃的 此时简隋英正骚气地问道 李二 我说你他妈到底看不上我什么 我简隋英哪样不是出类拔萃的 你看看我这脸 我这身材 就连做那个都比别人持久 昨晚真不算什么 你要是跟了我 帮你天天身心愉悦 不过说真的 你闪电狭爱你 李玉的冷静自持此刻当然无存 现在的她只想把对方往死里收拾一顿 简隋英一闪 哎你不能有毛病吧 要不去医院看看 我不行 去医院都不好意思 这样吧 我知道有个老中医 介绍给你 虽然一开始是抱着玩的心态接近李玉的 但是接触之后才发现 李玉绝不是空有其表之位 这样的人不能以玩具来看待 他想也许他是想 和李玉谈个恋爱什么的 李玉此时已经握着拳头试图绕到他这边来 简隋英就跟着他绕圈 让他抓不着自己 存心气死他 正当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 李玉的手机欢快地叫了起来 这个铃声在电光火时之间 把李玉的理智拉了回来 这是他给简隋英设置的专门铃声 他拿起手机 声音一下子从狂风暴雨变成了和风细雨味 隋灵 简隋英的眼睛根本没从李玉脸上离开过 就在他变化表情和语调的那一刻 简隋英愣住 李玉对小林子也太温柔了吧 脑袋控制不住地回想起了俩人在一起的一幕幕 李玉对小林子那真是关照的没话说 好像都有点过了 李玉不会是喜欢小林子的 不不不 会不会是现在的孩子都这么相处的 无论如何 他都没法接受李玉喜欢小林子 李玉捂住手机尽量控制自己的声音 冷冷地瞪了简隋英一眼 隋灵问你中午吃什么 他给你带盒饭 简隋英大声吼到吃个屁 活没做完你还有脸吃饭 可惜北风了你 李玉气得狠狠按掉了电话 简隋英 老子今天弄死你 说着就大步冲了过来 简隋英身体正疼着呢 不太想跟他拼命 跟遛狗似的带着李玉绕圈 你来你来 你先碰到我试试 上集说到简隋英和李玉两人打得鼻青脸肿 简隋英更是跟遛狗似的带着李玉绕圈 你来呀你来呀 你碰到我再说 外边而传来了简隋林温和的声音 简总 不管有什么事 中午还是要吃饭的 两人对视一眼 真怕简隋林这时候进来 一个想的该怎么解释 一个想的真丢不起那人 简隋英邪腻了李玉一眼冷哼道 现在怎么办 李玉也冷冷看着他你说怎么办 简隋英扒了下乱得不成样子的头发 办公室里有休息间和浴室 整理一下再出去吧 简隋英则在休息间换了套衣服 接着就疲惫的躺在了床上 这小子下手真重啊 李玉心里还翻滚着怒 不过憋了这么久的王八起 总算发泄出来了 感觉真是太好了 不过要是被隋林发现自己该怎么解释 另一边简大哨了 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 他开始后悔今天做的有些过了 算了 归根结底还是他先挑逝的 也不能怪到自己头上 这李玉真的是 眼睛要不干脆捐了吧 连他这么完美的男人都看不上 浴室里边吹风机的声音还没停吗 他走过去光光敲门 你他妈没完了 吹完了赶紧滚出来 吹风机的声音立刻停了 李玉一脸冰霜的打开门 简隋英网老板椅上一坐 李二 之前的事我也懒得跟你计较 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不过主要原因还是你眼界太窄 李玉眼睛慢慢瞪大 简隋英咳了一声 谁对谁错咱就不追究了 你既然这么看不上我 我也不会死缠烂的 你真以为自己是香伯伯呀 看把你紧张的 至于骂你 李玉拼命克制着扑上去咬他的冲动 双手在裤带里握成了拳头 简隋英这个人 简直是混蛋中的战斗机 他算是开了眼了 简隋英手指敲着桌子 一脸通情达理的样子 从今往后 咱们就把之前的事忘了吧 你呢 好好给我工作 李玉脸上的肌肉有些僵硬 他冷到这再好不过 简隋英听着这话 虽然早就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还是有些失望 他烦躁的白白手行了 你出去忙去吧 去给我买午饭去 李玉真想拿大鞋底子抽他脸 他拼命远着 最后一声不吭地出去了 简隋英变法折磨李玉 谁让我们李玉欺负小媳妇呢 上集说到简隋英这个人 简直是混蛋中的战斗机 李玉只能拼命远着 最后一声不吭地出去了 简隋英看着他的背影忍不住的冷笑 他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挫败的人 说这些话不过是为了先把李玉稳住 是缓兵之际李玉对他的一顿嫌弃 把他的邪火轰得越来越旺 早晚得让他知道 我简隋英看上的人还没有得不到手呢 简隋英一进来就看到被简隋英扫了一地的文件 哥 出什么事你发什么大伙 李玉也不肯说 不用了 我训了他一顿后 他已经有觉悟了 说着他狠狠地咬着饼干 他一中午都没等来饭 简隋英将信将一道 哥 你看着挺累的 我给你按按肩膀 简隋英打了个哈欠 全身放松的网蚁背上一靠 简隋英就手法特别熟练地给他按起了肩膀 他盯着简隋英一领子里露出的一小片皮肤和微微凸起的锁骨 他只要稍微低下头 就可以很轻易地碰到他脸上的皮肤 接下来的日子里 李玉对简隋英基本就是冷眼相对 简隋英则天天变着花样刁难他一下 给他穿穿小鞋什么的 刁难一直持续到李玉开雪 简隋英心里很失望 从每天都能看到李玉变成了一下子一个月只见了两回 这时他接到了李玄的电话说是在北海找到了一块地 愿不愿意十一过来考察 这个电话太及时了 简隋英的心一下子飘起来了 隋英 你太客气了 带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简隋英哈哈笑道 我们俩也不能白来蹭饭了 几人有说有笑 简隋英突然说道 不过小李子 你最近好像不怎么来公司了 是太忙了吗 李玉不动声色地说刚开雪挺忙的 过段时间再说吧 小李子的盛世容颜 让我们的简哥又不淡定了 再次偷闻李玉 几人从李玉家出来后约定好了北海见 简隋英表示自己也想去学点东西 简隋英本来是不打算带小林子去的 最后想到要是把小林子带上能缓和于李玉之间的气氛 她皱了皱眉头 算了你还是跟着去吧 我们大人说话你们小孩有个伴 简隋英叹了口气 哥你还是把我当小孩子 隔天李玄带着李玉一起回了广西 简隋英迟了一天才到 你看你给我弄的什么破屋子 又小又就还一股味 李玉那个来气 给你免费的地儿住就不错了 这简隋英真是一身娇气贪图享受的臭毛病 其实我们简哥就是故意的 他就爱看李玉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李玉冷着脸 我带你们去吃饭吧 一楼是餐厅 简隋英傲娇到不同意 我不在这吃 李玉那是个气啊 简隋英看了眼李玉 有些挑衅的笑了笑 当地有什么好吃的 我要吃点特色的 李玉硬邦邦的说我也第一次来 不知道 简隋英赶紧到问问刚才那个司机吧 他是当地人 李玉咱们就四处逛逛吧 就当旅游了 李玉呼了口气 也行吧 我带你们出去逛 三人在车上商量着去哪 简隋英是哪里也不满意 其实他对去哪意见不大 他就是想和李玉对着干 他心里就舒服 最后三人去了营滩 等东西上齐后 简隋英就先灌了一口 他还想再喝 简隋英就轻轻握住了啤酒瓶 哥你现在胃里太空了 先吃点东西再喝 李玉看着简隋林关切周到的样子 心里异常吃味 简隋林对简隋英越好 他就越反感简隋英 他们小时候曾经那么密切地讨论过 怎么报复简隋英 怎么让他出囚受罚 结果现在简隋林已经忘了 他还替他记得 想想也真是可笑 好像只有他没长大事了 三个人就顺着海滩 慢慢悠悠地散着补 简隋英犯困 一屁股坐在沙滩上 直接躺倒了 休息一会儿 怎么这么困 简隋林和李玉也跟着坐下聊起了天 等简隋英再次醒来 十天已经黑了 李玉就躺在他的旁边 小林子却不见踪影 李玉额前的头发微微浮动着 英挺的轮廓在月光下显出几分柔和 让人忍不住想要品尝 简隋英的呼吸都开始变得缓慢而谨慎 也不知道就这样看了他多久 简隋英身体动了一下 慢慢地靠近李玉 最后在他唇上印下了 蜻蜓点水般的一吻 这集有点小刺激 简哥告诉你什么是吃人不成反被吃 上集说到简哥和李玉打架 两人都鼻青脸肿 简隋英居然还不老实 怎么样李二 你真不想试试 他将李玉一个掀翻按在了地上 直接骑到了李玉身上 这下子他简直是如鱼得水 简隋英邪魅地笑了得起来 随后视线下移 最后在李玉震惊的视线中 更是把手伸进了他的裤子里 动作那是极其的熟练 李玉年轻气盛没有经验 简隋英哼笑 哟 你很精神吗 也不知是谁那天也是这么精神 他不提这个还好 那就是李玉最大的耻辱 本来他已经快失去理智了 现在更是火上浇油 李玉一手狠狠掐住了简隋英放肆的手 那手就跟铁钳似的 简隋英一瞬间觉得自己手腕快断了 他俯身靠近李玉 你是不是想试试是我手结实 还是你那个结实 说着用力一握 李玉疼得全身颤抖 他咬牙道 简隋英 我再说一次放手 简隋英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 接着为李玉服务 李玉突然一个挺身 抬起一条腿狠狠踢在简隋英的后脑勺上 简隋英没想到李玉这么灵活 这一下子恐怕直接脑震荡了 他眼前景象都蓄化了 头脑震震发晕 李玉按住了简隋英的头 随后直接抽出了他的腰带 简隋英心中一惊 李玉 你干什么 李玉的声音冷得跟冰茶子一样 干什么你猜猜啊 你不是一直想弄我吗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究竟是谁弄谁 简隋英不信李玉敢对他做那种事 于是便嘲笑道 李玉你不是脑子进水了吧 就你这样的还想 此时的简隋英全身都绷紧了 因为他清楚地感受到了李玉的变化 这让他心中生起了一股恐惧 李玉抓过简隋英的手 将他直接掰过来绑在了背后 简隋英这下子真急了 李玉你疯了是不是 你想干什么 李玉觉得自己可能是真疯了 而且绝对是被简隋英给气疯的 他不管简隋英的吼叫将人紧紧绑住 简隋英更是威胁了起来 去你妈李玉 你今天动我 你就别想有命活过明天 而李玉却是铁了心的要收拾简隋英 不然他就一辈子瞧不起自己 简哥的第一次就这样被小李子吃了 真是不作就不会死了 上集说到李玉铁了心的要收拾简隋英 不然他就一辈子看不起自己 所以他将简隋英紧紧地绑住 不给他任何逃跑的机会 简隋英那是真的急了 李玉你今天敢动我 就别想有命活过明天 李玉冷冷地看着简隋英 随后他就真的动了起来 但是他没经验了 只知道一门心思的亡理解 但那个地方是随便什么东西 都能挤得进去吗 所以我们的简哥那是疼得撕心裂肺啊 当然李玉也很痛 于是他抓起了简隋英的头发 冷笑道 你等着 我李玉今天不弄死你 我就自问谢罪 说着起身就去了浴室 拿了瓶宾馆廉价的洗发水 简隋英那是又疼又怕 李玉你放开我 不然我能弄死你一百遍 而李玉却如同看猎物一般地看着他 一步一步地逼近他 随后李玉伸出一脚 狠狠地踢向简隋英 简隋英一个重心不稳再次倒地 疼得他更施压了一声 李玉趁机赶紧上前 迅速地将简隋英翻了个身 再次骑在了他的身上 他拿起了手中廉价的洗发水 地脸冷漠地开始往手上倒 此时的李玉早已经失去了理智 李玉你知道你干什么吗 快放开我 简隋英疼得直抽气 骂得他嗓子都哑了 李玉却充耳不闻 李玉冷笑 怎么样究竟是谁把谁弄得哭爹喊娘的 我能不能也让你一回舒服 二会回味无穷啊 简隋英咬紧了牙 他狠狠地看着李玉 你给我等着 有一天你落到我手里 我一定饶不了你 我要让你这辈子除了我想不起其他男人 李玉笑了起来 你还有心思妄想 看来对你的教化还不够啊 一点觉悟都没有 这场征服与被征服的折磨持续了很久 久到最后简隋英还是昏了过去 李玉呆呆地坐在床边 现在事情有些脱轨 他实在无法想象 这件事原来这么让人沉迷上� 他的本意绝不是想和他走到这一步 第二日简隋英醒过来的时候 李玉早没饮了 他清楚地回忆起凌晨发生的事 整个人就跟遭雷劈了似的 完全不敢相信有人敢对他简隋英霸王硬上攻 简大少居然就这样被吃了 简直就是他人生中的奇耻大了 上集说到简哥被吃 第二日醒来的时候 李玉早就没饮了 他回忆起昨天的事情 整个人就跟雷劈了似的 李玉这个家伙居然就这么晾了他一晚上 连个备单都不给他盖上 真的是调戏不成反被吃 这绝对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简隋英狠狠踹了下地板 喉咙里爆发出一声怒吼 此仇不报他这辈子鼠王八 正当简大少气地满地打滚的时候 门外有人谨慎地敲了几下门 简隋英神经一下子绷紧 谁 抬眼一看 门口站着的正是他想直经裂了的那个李玉 他咬牙道你还敢来 简隋英的眼睛快在他身上瞪出窟窿 李玉我不弄死你我就跟你信 你等着 李玉也知道自己闯祸了 他其实本想把简隋英打进医院 没想到却被激得失去了理智 最后更是被欲望冲昏了脑袋 完全失去了理智 他必须要冷静下来 在隋灵或者他哥出现之前把这事解决 他粗暴地把被单拽了下来 扔到简隋英身上 然后走过去要把他扶起来 简隋英找准了他脑袋上 昨天被他砸得出血的地方 又狠狠一拳砸了过去 李玉捂着脑袋恼火地看着他 你他妈都这样了 还有完没完 简隋英跟被烧了屁股的猴子一般 我怎么样了 李玉你今天别出这个门 他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 举拳头就要打 李玉接住了简隋英的拳头 比起简隋英他受伤的程度显然轻多了 所以应付起来还算轻松 两人就这样一个不停打 一个不停接 这下李玉不淡定了 他脸红得要低血了 哑声道你别在我身上乱蹭 简隋英问了一下 一张老脸都丢到地下停车场去了 去你妈 他憋着静用空闲的脚又踹了他一下 结果牵动了后面的伤 疼得他一抽 瞬间像炸毛的狐狸 李玉挣扎着起身 最后把简隋英拽了起来弄到床上 简大少让李玉取他过门 但是李玉居然吃了不认掌 上级说到简哥被李玉强了 现在更是一动就炸毛 疼得那是他全身打颤 李玉把药扔给他 你那个上点药 然后我把你送其他地方 不能让他们看到 简隋英那是个气急败坏 让你看到就行了 李玉脸色瞬间惨白 恼羞成怒 那是你自找的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简隋英怒到我他妈 要是知道你体内有那个基因 我绝对离你远远的 李玉冷着脸 简隋英我说过了 这都是你自找的 我早就拒绝你很多次了 简隋英怒极反笑 李老二咱俩这两子算是结下了 你等着我让你后半辈子 都没有一天安生日子 李玉根本没把他的威胁放在心里 主要是简隋英 现在的形象太没有威和力了 他捡起药膏扔到床上 你到底用不用 还是你想去医院 简隋英拿起药膏就扔李玉脸上 用你妈的药 留着你自己用吧 李玉同样憋着一肚子气 简隋英嘴巴不那么损 昨晚那时说不定也就不能发生 你现在给我哥打个电话 说你有及时赶回北京了 剩下的事我来处理 简隋英眯着眼睛观察着李玉 知道他心里对这件事被他哥发现的担忧 一点都不比自己少 孙子 看我不折腾死你 他宁笑道 走 上哪去 简隋英也跟着冷笑 这个我真没意见 我可是受害者 怎么样 咱们试试 李玉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 你到底要怎么样 简隋英等的可就是这句话 很简单 你让我来一回 咱俩就扯平了 李玉飞快地说去你妈的 就在这时 简隋英的手机响了起来 李玉捡起手机 盯着屏幕 拧了名嘴 来人正是李玄 简隋英冷笑道 怎么 害怕了 敢做可的敢当啊 李玉把手机扔给了他 你接吧 这回换简隋英不淡定吗 简隋英简单给李玄说了下北京那边出了集市 要回去一趟 他一边电话一边狠狠地瞪着李玉 简隋英 李玉拽出两件衣服扔到床上 换衣服 走 简隋英头也没抬你昨天和小林子说什么 必说到这个李玉心里就起 你去跟他解释 简隋英冷哼 解释什么 我们之间可清白了 什么事也没有 李玉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煞是好看 简隋英抓起那条裤子往李玉脸上扔 你他妈长不长眼睛 这上衣裤子配吗 伺候人都不会 李玉觉得多跟他相处一会血压都腾腾往上窜 是不是光着身子最配你了 李玉居然主动撩简阁 屁皮又痒了是吧 原来逗猫这么有恶趣 上集说到李玉嘲讽简隋英 是不是光着身子最配你 简隋英愣了一下 随后突然全身扎毛道 你就不会先给我倒杯水 李玉扭身给他倒了杯水 简隋英凌厉的眼神死死盯着他 一脸赶过来我就咬死你的凶狠表情 李玉谨慎地看着他 直到杯子送到嘴边 简隋英才抿了一口 李玉就那么看着他 简隋英趴地接过杯子 咕噜咕噜一口气把水喝光了 李玉把他的箱子收拾好后 然后递给他帽子墨镜戴上吧 简隋英跟着李玉往外走 经过门口的时候 正好能从浴室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 肿成猪头 我靠李玉你个王八犊子 就知道你给我戴墨镜帽子蛮好心 他扑上去就用手臂横过李玉的脖子 狠狠勒住 简隋英大声骂道 你敢把老子的脸打成这样 我看你他妈今天还有没有命出这个门 李玉被勒得脸都绿了 双手绕过来锤打着简隋英 简隋英一疼 手臂的力道也就松懈了下来 李玉趁机抓着他的胳膊硬硬硬硬 简隋英哀叫了一声 胳膊就被反拧到背后 李玉从背后推着他就把他按墙上了 简隋英疼得大吼一声 李玉我跟你没完 李玉贴近他耳朵 韩生道 你他妈是不是又来劲了 我说了你别惹我 咱俩相安无事 你再招惹我 我能干出什么我可就不知道了 我告诉你有本事现在弄死我 不然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李玉更加用力抓住简隋英的手 他看着简隋英的后脑勺 如果简隋英一开始态度能软点 姿态能低点 像个追求人的样子 俩人也许不至于闹到这么不可收拾的地步 简隋英说得对 他们俩这辈子都没法相安无事了 你要还想闹 咱们就出去闹 要不就走 你自己选 说完便开门往楼梯走去 李玉看着简隋英难受又急于遮掩的样子 心里终于涌上了一丝愧疚 走了一层楼之后李玉实在忍不住了 我背你吧 简隋英跟看神经病似的看了他一眼 有病去治 随后自顾自的往下走 这时简隋英突然重心不稳 就要向下倒去 李玉赶紧抱住他 把他捞了起来 简隋英太重 李玉只能顺势让他靠到墙上暂时固定着 因为姿势的关系 俩人的脸贴得极净 你没事吧 简隋英又觉得丢人了 于是恶声恶气道 你他妈摸哪了 吃不完还带打包的是吧